不爽店員沒笑容 奧客怒踹盛又逼下跪 在日本鹿兒島整齊市 一名男性奧客對便利商店店員施暴 導致店員受重傷 而男子行凶的理由 既然只是因為店員服務態度不佳 1月3號清晨 住在整齊市的56歲男子 到便利商店買東西 看到單獨值班的40多歲店員 招呼他時沒有笑容 勃然大怒 人家一早哪會有笑容啊 他把店員叫到外面逼他道歉 還猛踹他的腹部 這名奧客 甚至強迫店員展示前些日子超紅的 半折之樹土下座 最後導致店員腎臟損傷 需要一個月的療養才能痊癒 當時店裡沒有其他客人 可憐的店員只好自己報警 警方已經依照傷害罪和強制罪 將這名可惡的男子逮捕 那充電人 我早就知道 可能這奧客 蜂蜜